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计划是消音电计划 我们的感受教室里面其实蛮吵的 但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噪音问题 其实比所有的声音就吵 我们要解决的噪音问题是 推到椅子时以脚摩擦地面的声音 你可能会说那没有什么啊 但是你想想看前半有27张椅子 在你推一下我拉一下的情况下 声音就会被放大27倍 可笑而知声音是非常大而且吵的 所以我们就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接下来我们请下一位同学介绍我们的想象 我们的想象噪音是怎么来的 就是同学之间急着下课把椅子拉开来 所产生的噪音 所以我们就想到拿某样东西垫在椅脚和桌脚下面 看是否能降低两者之间摩擦所产生的噪音 我们想到一种随处可得可以垫在椅脚底下的东西 或是后纸板在学校的福利社就可以得到 至于要如何把后纸板固定在椅子脚下 当然是用胶带 这两样东西堪称黄金组合符合废物利用 和最低成本的最高指导原则 现在我们请下一位同学上来放下 我们的实践 我们的小组有四位成员 我们四个人到处收集后纸板 也从家里带来了美工刀和胶带台 我们首先在一张椅子上做测试 我们先量椅脚的长宽 我们量出来的是四公分乘四公分 然后把后纸板裁切成适当的大小 共四片 然后用胶带分别固定在四个椅脚上 我们把椅子前后推拉 发现噪音量确实减低不少 不止椅子桌子移动时也会发出噪音 所以桌子和椅子都要加消音垫 教室里总共有61张椅子 桌椅 每张桌椅都有四个脚 所以要乘四 总共就要做244个消音垫 我们需要的垫片非常的多 所以每节下课都在裁切后纸板 裁切后纸板真不是平凡人能做到的 我们的手因为长时间的使用美工刀而磨出水泡 我们的腰也因为长时间的弯腰作业而酸痛 身体的磨耐我们都能还能忍受 但看着别人下课时都在吃喝玩乐 我们也只能想着这是我们的任务了 就在我们的身心都承受极大的压力时 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先前装向消音垫的椅子 竟然发出了惨叫声 我们随即召开紧急小组会议 讨论出最省实最省力的解决办法 那就是再多加一层消音垫 像这样子总共有两层消音垫 我们测试之后发现效果非常惊人 噪音量几乎为零 这下子裁切后纸板的工作便有如雪上加霜 我们得为这27张椅子再多做108个消音垫 总共约400个这么多的电片 我们接下来请下一位同学来帮我们分 分我们来讲我们的感想 我们的分享 就这样每位同学的座椅角都专案的消音垫 每个人都会感受到消音垫 对我们有很大的噪音上的帮助 我们也发现 这只能自备又不能自本 在分享推广正确的靠椅子方式 其实不论公共场合家里 只要把椅子轻轻抬起来再放下 是一种很基本的礼貌 不管国小以后上了国中高中 对于维护教师的听觉卫生都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四个在这两个星期内 同甘共苦建立人后的革命情绪 一年之后 我们已经从中港国小毕业的我们 我们因为有了DFC和红老师再次相聚 我们的童年真令人怀念 我们报告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作曲 李宗盛